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是《契荡》 《契荡》 在此地多半是神荣武器 这是《契荡》 你看我们塑造他的形象 都是塑造将军的身份 四大天王 韦陀菩萨 这个形象就是将军神 手上都是拿的武器 那么他拿的这些东西都是表发的 那么在四天王里面 我们只看到南方天王手上拿的是劲 是武器 其余三位手上并不是拿的武器 东方天王手上拿的是琵琶 乐器 西方天王手上拿的是龙 或者是血 北方天王手上拿的是三盖 他都表一个用意 表一个意思 是在将军神 都是拿武器的东西 延迟起诈 这个书上拿的武器 书上拿的武器 什么意思 要用现在的话来说 防止暴动 镇压邪窝 是这个意思 这些也是做乱的人 对他必须用武力来相辅 对他必须用武力来相辅 那么这些人代表什么呢 代表我们心里面邪知邪迹 比方这些 这些是妖魔鬼怪 所以主要知道 妖魔鬼怪不在外面 在里面 错误的思想 错误的见解 错误的行为 佛家常说的是我 佛在镜上常讲 是我冤家了 这些人 实际上 实际上 最忠厚的老朋友是实际上 反过来 实际上 是我冤家了 那我们仔细想想想 那我们仔细想想想 我们现在把实陌冤家当做好朋友 天天不肯离开他 跟他混在一起啊 实际上 实际上的好朋友啊 远远地搁离他 离都不离他了 我们现在是搞成这个样子啊 念念呢 都搞啥噪音 念念是妄语 念是握口气 心里面充满了贪嗔痴吗 所以你要问妖魔鬼怪在哪里 也他往手上拿着武器 叫防范 教我们防范邪悟 比较这个意思 不是叫我们防范外面境界 你看世尊在八大仁教经里面 跟我们讲魔 有四种 魔很多很多 分作四大类 四大类里面 有三类都属于自己本身的 第一类五阴母 不在外头啊 我们自己的身体 这个生命 色受想行识 这个五阴活活 而现得像啊 五阴是魔啊 论言经里面讲得特别清楚 唯一阴里面给我们讲四种 就讲成五十种阴谋 论言上 五十种阴谋 都是自己错误之间里面 变现出来的境界 第二种 烦恼 烦恼吗 烦恼折磨人啊 特别是尽私烦恼 成上烦恼 第三种 死磨 死折磨我们 我们无论做什么事情 不能做圆满 不能做成就 寿命到了 修行 功夫还没成就 寿命到了 这是折磨 让你在这一生当中不能成就 你看这三种都属于自身 只有最后一种叫天魔 这是我们身外的 身外的天魔指神魔呢 古时候 祖四大得 注决这个经文 都说是魔王博旋 都说是魔王博旋 指的是大自在天 或者指的是托花自在天 或者指的是托花自在天 佛在经上有这么一个说法 实际上我们要体会佛的意思 凡是外面的诱惑都顺听 我们怎样防范 不受外面境界的诱惑 所以就要定 定会 就是武器 延迟气障 那么在此地 我们明白它的意思 就是延迟界定会 就是欺证 能够防止一切邪悦的侵犯 使我们在菩提道上 能够一帆风顺 不受阻挠 你看这个意思多好 佛在经上也有比喻 把持戒当作兵器 把忍辱当作铠甲 忍辱可以保护我们自己 这个戒律可以对付邪悦 这个比喻意思都非常好 明了之后呢 就知道自己要怎样做 第四尊大智慧也成了 大智慧是自信本具的薄弱 也是经上常讲的一切种之 这才是大智慧 能够彻底究竟解决问题 佛法的修取就是求这个大智慧 佛家讲知也说三类 第一类叫一切知 阿罗汉所证得的 你如果证得一切知了 那你就是证得阿罗汉过 一切知知一切万法的理体 明了四之理 相之体 他明了 他明了了 所以说万法皆空 一切知知知万法皆空 也就是佛常常说的 相由提有 似有利有 阿罗汉对这个道理 这个事情的真相 他了解 他明白 所以他对一切法不执着 事出世间一切法 他都能放下了 再也不执着了 超越六道六鬼 这个是一切知 第二种智慧叫道中知 道 是理论 道理 种 是加一切现象 现象 无量无边 这些种种 现象 什么道理 出生的 什么道理 形成的 什么道理 演变的 这些事情 阿罗汉就不知道了 阿罗汉只知道一切现象的本体是空的 你要问一切现象怎么发生的 他不知道 所以阿罗汉是知空不知有 菩萨的智慧 比阿罗汉就高了 他知道这种种万事万无怎么生起 像现在科学家在探索 宇宙怎么形成的 生命怎么起源的 一切动物之物是如何进化的 这一类的智慧都叫做道中知 那么世界人 纵然呢 有这些智慧 他不知道这些四项 当体皆空了不可得 所以 虽然知道一些了 依旧不能解决问题 难处在此地 菩萨就聪明了 菩萨知道的透枕 知道的圆满 所以菩萨能够帮助自己提升境界 也能够广度一切众生 他能帮助别人 他有这个智慧 有这个能力 这都不算是大智慧 大智慧是一切种智 是如来古地上真的的 一切种智 一切就是一切智 种智就是道种智 知道 它是一不是二啊 菩萨 菩萨在年中智慧都知道 提也明了 像也明了 提相不能融合成一体 所以他的慈悲 还落在法源词里头 如果他知道 性向理事是一不是二啊 他就如来经见 那个慈悲就是无缘大慈 同体大悲 这是佛给我们说出来 其实他有没有这个意思 没有啊 他如果还以为这个意思 同体大悲 无缘大慈 依旧落在法源词里头 那不是无缘词 无缘词 念头都没有啊 别说是言词了 念头都没有 爱护一切种生 就跟爱护自己一样啊 没有差别啊 这是我们要学习的 我们要不断地向上提升一点 一定要了解 智慧从哪里 清净心来的 从定来的 所以戒定慧叫三无六修啊 因戒得定 因定开慧 这个慧就是真正的智慧 所以智慧绝不是从今天里面带来的 不是从记问里头带来的 那个得来的不是真智慧 真智慧一定是从定中带来的 所以古时候 大德门讲经说法 无论是出家的法师 在家的居士长者 说法的人一定修过禅定 一定有禅定的功夫 你登台 人家才相信啊 如果你没有参过禅 没有修过禅 你要登台说法 没有人听啊 为什么 那是你没智慧 你讲什么经啊 讲得再好 都是别人的 不是自己 所以古时候人重视修定 我们念佛也是修定 我们念佛也是修定 他的目的是防飞之故 换一句话说 帮助我们断卧修善 初级的佛法 要懂这个道理 能够保证我们 能够保证我们 不舍人身 依照绿意界的修许 你来生还会得人天佛宝 那么戒定慧这个戒指是广义的 用现在的话说法 遵守佛教给你的方法 这叫持戒 这个叫戒 戒是教戒 一定要依照规矩 依照方法去做 你才能得定啊 你不依照方法 不依照规矩 你就不能得定 所以有很多戒律很严的人 持戒很亲近的人 他那个是持戒亲近 心不亲近 那个不能成就 他不知道持戒的目的是得定 他搞错了 他持戒的目的修人天佛报了 这就搞大错特错了 为什么会变成人天佛报 自己戒律很严 修得很好 看到别人不持戒 别人破戒 他有分别 他有分别有执着啊 自己生起 这些供高傲慢的心 轻视别人 这样持戒的就错了 慧能大使在谭经里面 给我们提出尽策啊 他的话说得很好啊 若真修道人 不见世间过 如果我们依照这个原则来修行 来持戒 就会得定 为什么呢 不见世间过 只见自己的故事 不见别人的故事 我们才能得定啊 这不是叫你持戒 拿着戒律这个标准 到处去衡量别人 那你看到 各个人呢 都犯戒 各个人都破戒 你还会有什么成绩吗 一天到晚你身烦恼 一天到晚瞧不起别人 这世间人都是我人 拿着像菩萨 菩萨看世间都很可爱啊 那不一样啊 这一点我们要认真去反省啊 要好好的学习 所以学习 误然 坏思 我们要在里面看出它的好处 看出它也有可爱之处 我们才能得发喜充满了 才能成就智慧的功德 不能够跟一般人见识一样啊 那是凡夫性 凡夫性 我们要学佛菩萨 怎么会看到这些卧人也有好处呢 这个很难啊 看到卧人做卧 仔细就问 它的好处在哪呢 好处多了 那对我好处太多了 那警惕我 我有没有犯这个故事啊 这不就对我有好处吗 它是不是真的做卧 不是真的 它是视线表演给我看的 是警告我的 是让我反省 检点 改过自新的 它是我的大善知识 大好人一个啊 诸位要晓得 外面境界 没有善悟 没有好处 善悟好处都在你自己接触 其心动念 你用善心所看待 一切都是善的 用我心所看待 一切都是我的 这是欧耶大师所说的 静音也无好丑 好丑其心 我们自己起心动念 所以诸佛菩萨 他不起心不动念 看一切境界 天堂地狱都很可爱啊 因为他在静音当中没有分别 没有知诸 地狱里怎么好可爱呢 消众生的业障 那怎么不可爱啊 造作无量无边的罪业 到那里面去消业障 业障消除了 他就往上超身了 地狱也很可爱啊 看这个事情 看一个人 看你怎么看法 所以感受自自然然 就不想透露 这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 果然能够学到了 那你自己的心 真正叫发戏充满了 清凉自在啊 这个样子才能入一阵法戏 就是阴界得定 阴定开慧 慧 照进一切诸法四世的真相 诸法识相 清知悦香 清远到咒法设相 清远到注法设相 就是一阵法设 第五尊 第五尊 念言主叶长王 念 也是彰智慧 面延主 这个地方我们特别留意主 主是什么意思呢 主在的意思 做主的意思 谁做主 慧言做主 这个意思好啊 慧言做主 你对于万死万活 你就看得清楚 看得透彻 不会被欺瞒 没有人能够欺骗你 没有人能够蒙蔽你 你有慧言 这个地方的言言 当然是指定 如来国地上五言圆明 金刚经常讲的 如来有五言 有肉言 有天言 有慧言 有法言 有佛言 我们怎么晓得 此地 慧言主 是表五言圆明的 这个境界是如来谷地上的境界 不是发生大事 华言会上这些大众 无论他献的是什么身份 都是诸佛如来 映画的 真实经上所说的 应以什么身得度 他就献什么身 应以夜叉王身得度 他就献夜叉王身 华言经 这个法华经上讲 本集应远 他们的吉相是夜叉王的身份 他们的本根本是如来国地 都是佛化身 我们要想真说佛 要想在这一生当中 快速成佛 只要你把那个念头转一转 你就成佛 怎么转呢 除我之外 所有一切众生 有情众生 无情众生 全是诸佛如来化身 全是诸佛如来化身 诸佛如来化身 这个念头一转 就超翻如来化身 真的是佛如来化身 给如果是真的 真的难懂啊 真的你不懂啊 要用方便说 希望从方便里面 你能够体会到真实 方便怎么说呢 一切众生先有佛心 有情众有佛心 凡是有佛心的 那他当然就是诸佛 一切诸佛 知无矿无 他有法心 法心跟佛心是一不是二 华阴经上说 情与无情同缘终止 他怎么不是佛呢 又何况佛在经上常讲 过去佛 现在佛 未来佛 未来是佛是谁 一切众生皆是未来佛 给诸位说 这是方便说 方便说 你才好懂啊 你才会点头 这个说法有道理 如果跟你说 现在所有境界都是征服 你一下就呆了 为这回事情啊 说真的 你不相信啊 说假的 你相信啊 再跟你说 真假不二啊 你慢慢去餐去吧 华言会上 这是一尘原教大法了 字字句句 真实不虚啊 虽得是真的 不是讲的 确确实实是真佛 试诸佛如来 圆满地显现啊 然后 那我们的慧言就开了 看到大地 所有一切众生都成佛了 都是佛了 大地众生成佛了 我们自己就成佛了 还看到这个大地众生 哎呀 这个是凡夫啊 那个是悟道啊 那我们就是生死无反夫 六道里头轮回的众佛 你看看 孙佛 就是一念之常 我们什么时候 把这个念头转得过来 转不过来呢 到四楼去了 老师念佛 念佛就是转境界 念久了 豁然大悟了 他就转过来 这个念佛堂啊 无比的殊胜啊 现在你们念佛 算是不错 功夫还不得力 怎么不得力呢 看看你们见念佛堂 有人告诉你 这念佛堂的法师 一天比一天瘦啊 这就功夫不得力 功夫得力了 越念越胖 越念呢 精神越好 你们精神不错 瘦一点是没问题 精神不错 体力强壮 荣光焕发 也像《弥陀经》上的 世真 你看念阿弥陀佛 那样的光彩 念佛功夫得力了 我们现在念佛功夫不得力 不得力的原因在哪里 你们知不知道呢 口里头有福 心不像福 所以它不得力 口里头一句阿弥陀佛 念出来 心里也真的是阿弥陀佛 那就像了 那你的这个法相啊 马上就变了 现在我们口里有福 心里头不是佛 那这个心要怎么样才是佛呢 你的心 心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思想 见解 你的思想见解 要跟无量寿经完全相应 你心里就有福 你的色相就变了 心要向佛 心是佛心 愿是佛愿 把无量寿经完全变成自己 思想 见解 行愿 就行 非常非常重要 这个叫你真正会学 你学得很像 希望诸位能够能够体会到这个意思 然后 然后也得如来 无言越明 对于事出世界 诸位能够体会到这个意思 诸法实相 清清楚楚 明白的 这是大智慧 所以念佛要以这个为我们修学的标准 我们自己要把自己提升到这个境界 那个时候往生 自在了 自在 想什么时候往生 就什么时候往生 不是说 寿命到了那天 不是 喜欢什么时候走 就什么时候走 喜欢在这个世界多住几年 也不该死 这叫自在 喜欢什么方式走 就什么方式走 有人喜欢坐着走 有人喜欢站着走 这个叫自在 也有人喜欢 没有病 这样走 也有人喜欢 生一点病给大家看看 你说那个多么自在 唯莫居士 就是实现生病 来度众生 不生病没人来看他了 生病大家都来看他了 来看他向他问候 他就给他说话 机会教育吧 生病也是教育中生 也是度众生 他不是真生病 所以这个叫得大自在 你自己真正做得了主 真正做得了主 第一个条件 就是你的见识能做主 真的是重要 所以用眼 眼主 来调法 这两个名号意思相同 见识能做主 见识能做主 自己做得了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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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确实实实入佛境界 第六尊 金刚眼 叶长王 前面是叶眼主 这是金刚眼 这两个名号意思相同 但是在佛法里面 相同 决定不能说两个 如果两个在一起 不在一块的时候 两个意思 会是完全相同 如果两个在一起 那一定有讲究 叶眼主 是菩萨的无言 金刚眼 是如来谷地上的无言 那么这个就有差别 发生大死 也有如来谷地上的 智慧的能 但是不圆满 所以佛在经上说 发生大死 也有无言 也有失利 也有四无爱辩才 四无为 十八不共法 发生大死 都有 那么只发生大死 在华言里面 出租菩萨到灯球 都有如来谷地上的灯 但是没有达到究竟圆满 特别是在华言 华言是书 一味能含泄一切味 这个意思 这个意思很深 很微妙 所以这个金呢 称为大不思议金 这不可思议 为什么呢 初注菩萨 这位置很低 好像我们念书 一年级 一年级的学生 他怎么可以 具足 五十一年级学生的 这个智慧能力 这我们讲不可能 小学一年级的学生 怎么可以具足 这个大学生的智慧能力 这不可能的事情 他居然可能 居然能 这就不可思议 这是什么道理 如果我们不明白这个道理 总有疑惑 明了道理 才能够断以身心 道理说 他见性 见性虽然没有圆满 他见的是真性 所以他能够贯投 远处住 居足 古地上的 当然 因为他用的心 跟佛的心是一个心 都是用的真心 道理在此题 不像 设法界里面的佛无萨 他用的是妄心 不是真心 他依旧是用八十五十一心处 这个在相中里面讲 一身一心 法身大是要同身一心 同是跟如来古地相同 受法界里面 佛 菩萨 声闻 原觉 用的心 跟诸佛如来不同 跟我们凡复同 这个同身一身 是这样说法的 所以它是同身心 这个里面呢 就能够圆满 一身一心就决定 冤不了 所以不能拿我们这个比喻 来比 我们像小学一年就一学生 哪里能够知道中学大学生的这个智慧能力 他不知道 因为他是一身心 这法身大是他们是同身心 所以行 你看华言是原教 原教前面是性位的菩萨 不行 为什么呢 是性位的菩萨 一身心 一定是破一平无名正义分法身 那就同了 那就是同身心 才可以 所以 出住居住 等着菩萨的智慧 等着菩萨 也没有离开 出住菩萨的 那个善巧方便 也没有离开 所以一节识都多节识 也都不二 每一个位识都居足一切位 所以华言 这个里头的形象 叫行部不安渊荣 渊荣不安行部 行部次第 有没有次第 有 深入设行 是回向身体 有次第 虽有次第 他渊荣 渊荣跟次第 是交融在一起 没有妨碍 它是交互 这是不思义 邂途 经济 不但我们没法子想象 不可思 不可意 思是不能想 想不到的 意是说 说不出来 所以不可思义 是法界里面 说到的话 我们可以思可以 是法界外面的一真法界 的确是不可思不可以 像我刚才跟主说的 像我刚才跟主说的 山和大地 一切众生 都是祝福如来 化谢 给我们看的 这不思义 主要是法界里面的一切 这不思义 那么这个说法 华言会上这些法神大师听的 电头啊 都没有问题啊 我不凡夫听了摇头啊 那么这个金刚眼夜叉网 代表圆满的无言 如来果地 我们这样分就容易了 前面炎炎主是发生大死 第七尊是永见臂一场 臂是手臂 永见形容它有力 这个手臂做什么用的? 帮助众生用的 观音菩萨 两个手不够用啊 要先千手千眼 先千手千眼 千手千眼是表伐 不要动得 不是真的长了一千只熟一千只眼 真的要长一千只熟啊 那动都动不在了 那个麻烦咋 千手千眼代表什么呢? 眼到手到 我见到 我见到了啊 我马上就帮你们好 表这个意思 表双手万难 表这个意思 不是真的 不做什么 考双手 我们要热心去帮助他 这个就对了 这个叫大慈大悲 所以我们学观音 学观音的慈悲 学观音 严到守到 这个永见闭就取这个意思 如果我们眼见了 我们不能帮助他 这是错误 可是也有时候确实不能帮助他 那是什么意思 语言不足 也就是条件不具足 也正如 祝福如来 诸大菩萨们 他们也看到我们现在这个世间 苦难了 灾难平凡了 他们看到了 观音菩萨也看到了 他为什么不来帮助我们呢 条件不足 什么条件不足呢 我们这些众生不相信 不肯接受 菩萨想帮助我们 也有能力帮助我们 我们不要他帮助 不喜欢他帮助 所以菩萨一直不来了 来了怎么样 来了加重众生的罪业 众生不相信他 还要批评他 还要毁谤他 不就造更重的业吗 所以他不来了 不来是慈悲 少造一点业 来了 来了你见到 帮佛 帮发 帮身 你造的业更重 所以佛菩萨事先慈悲 佛菩萨不实现也是慈悲 其实菩萨不实现是 不实现佛的样子 不实现菩萨的样子 实现一切众生的样子 也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再再处处都遇到 那叫真正慈悲 时时刻刻在帮助我们 时时刻刻跟我们启示 是我们自己不认识 自己愚昧无知 明了之后才知道 佛菩萨的心的慈悲到了基础 好 今天就讲到此地 谢谢大家 mam们 扶着 同事 有一个 优优独播剧场—— зан奏